让我们用聊一些正28景的干货来开启我们2023年第一部正28景的视频 那随着iPhone这两年系统各种升级 今天给大家新增4个iPhone用户日常都真的用得上 但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超实用的功能 其中最后一个每个喜欢黑夜里跟我一样躺着刷手机的朋友 建议都学起来 第一个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2021年就分享过的 那个空格长按移动光标功能现在升级了 现在在激发这个功能的时候 再按一下键盘区域就可以直接开始选取内容了 而且这个操作也不复杂 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你不仅可以精确的控制光标 而且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操作 如果不想你是刚刚才知道的话 就不要顶省你的赞了 第二个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点 我相信也正在困扰很多朋友 就是相册里的视频滑到的时候 自动就开始播放了 但是没有声音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去按开启声音的按钮 只是当你开启的时候 视频已经播了一部分 你又得尝试把视频拖到最开头 整个的操作就非常的不人性化 但是没办法 默认手指就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到照片里关闭 自动播放视频和实况照片 这样滑到我们的视频的时候 点击播放就直接是带着声音播放了 也强烈希望这个自动播放的设置的部分 能单独区分实况照片和视频 虽然我个人觉得实况照片没啥暖用 第三点 很小但很实用很帅 我相信手镇筒的功能 算是iPhone最实用的非主要功能 长按锁屏左脚角图标开启和关闭 通过长按图标来开启 这个操作是很合理的 但是关闭的时候 还得看着屏幕去找图标就很不优雅 其实只要轻推屏幕一点点 就能直接关闭手电筒 一旦知道这个操作真的就回不去了 每次关闭手电筒 内心系里都反复一次耍帅 你学飞了吗 第四个就强烈建议 所有刷到这期视频的观众 分享给喜欢躺在床上关灯玩手机的朋友 我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 就是关灯 很难受的一点 就是降低屏幕亮度到最低 哪怕是全黑的那种环境 屏幕都太暗了 看不太清楚 但是但凡往上抬一点点 直接就太亮了 有同感的可以打开一 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 我们其实可以进入设置辅助功能 找到显示与文字大小 打开降低白点值就好 这个设置说的通俗点 就是降低屏幕的高光部分 就是亮的那部分的强度 打开后直接降低了25% 我个人经验就是足够用了 对日常使用也会更省电一点 只是这么做 确实会影响日常iPhone屏幕的极致的体验 但是如果你确实跟我一样 经常黑灯瞎火的玩手机 那再好的iPhone屏幕 都没有咱们自己的眼睛值钱 有帮到你记得点个赞 之前系统升级 确实给了不少新的功能 但是很多确实不值一提 更多的是听着看着有用 其实没暖用的所谓的隐藏功能 所以很多那样的操作和设置 我就不做进我这期视频里面 另外没看过我一年半前分享的朋友 也可以看一眼 走的也是这个路子 非常实用 其他苹果产品相较于iPhone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使用场景 所以这种极致实用的分享 可能几个产品凑在一起 才能出一期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者觉得今天视频还蛮实用的 千万别忘了点个赞 然后我再整理一期 其他苹果产品合在一起的那种 冷门但是超级实用的操作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